青春没有售价 骑行直达拉萨 兄弟们 我最近有个想法 就是想骑电动车进藏 你们说如果骑一辆电动车 去走318国道的话 这车该怎么选呢 我闺蜜知道这事以后啊 真给我找来这样辆车 No 就是它 车名叫牛丁系318 居然敢用318命名 看来它对自己的实力 还是蛮自信的嘛 兄弟们 你们今天就帮我参谋参谋 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进藏的实力 如果我那闺蜜敢坑我 我让它吃不了 走着走 我觉得跑318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通过能力要好 也就是能够适应全地形 毕竟进藏的路上 遇到个山体滑坡 塌方修路的情况是在所难免 咱们看看这车啊 离地间隙挺高 还有高强度高韧性的铝合金轮骨 以及前后长行程 液压阻尼减震 简直就是台全地形车 不错不错 还有鞋车进藏的话 动力肯定不能差 我来试试 游和 该说不说这车的动力还挺猛 起步拖拽感明显 中后段加速能力也挺不错 同时油门也足够线性 好控制 零多少来多少 安全感满满 我说呢 原来是牛丁全地形定制电机啊 这动力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我还发现 这车不仅是跑得快 它的刹车效能也是非常好 因为它采用了摩托车及前后联动叠刹 每一次刹车都让我安全感满满 对了 还有这实用性和耐用性也不能忘 刚刚我在骑车的时候发现 像是这台车的车把 刹车扭脚 脚踏 以及油壶 这些地方都是采用了铝合金CNC键 质感非常好 这耐用性啊 肯定也差不了 这夏年版居然还是实心件 将行驶质感直接向上拔高了一个层次 再加上高强度的双管车架 用四个字形容 那就是稳稳当当 看来这车不仅是咱们看得见的地方用料组 这看不见的地方也是同样不含糊啊 有点意思 这轮胎我认识啊 朝阳四季全校热绒胎 抓地力好防侧滑性能更好 能适应多种不同的路况 挺适合金藏用的 现在跑318已经比较成熟了 所以说续航基本不用担心 而且这车用的是锂电池 对于低温环境或者是高海拔这样的地方 它的适应能力更强 对了 我闺蜜还给我分享了一个APP 我来看看啊 哦 原来是这车的专属APP 这上面可以看到车子的定位 蓝牙启动 还有远程控车 以及故障检测等等等等 还挺智能的 这样看下来我闺蜜应该没有坑我 这辆牛丁G318堪比全能骑士 无论是稳定性 使用性 耐用性 表现都挺不错的 而且这外观还这么炫酷 应该挺适合竞争档的 兄弟们 你们说呢 好了不说了 我追梦去咯 好 好 好